大家好 今天是10月7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網上流傳疑似藏人後不顧而去事故 消息指警方已拘捕藏人司機 22歲女子等巴士時 租陌生雅裔要求性交 拒絕後租踢倒在地 縱火狂徒林依然液體燒屋 三角洲市警發視頻曾受傷白人 網上今天流傳視頻和照片 顯示一宗汽車撞完人後不顧而去的事故 其中一段視頻顯示一男一女正橫過馬路 突然一部左轉的藍色汽車不知為何 將其中一名旅行人撞到 視頻顯示撞人的汽車在邵市後 只是停了一下然後企圖繼續開行 但是被男子阻攔 女司機也有下車看看什麼事 並貌似有同一名男子和兩名目擊者發生爭執 不,艱難令被渡在的 越有益方丈umen她 a, i am wish i saw you coming señorVichelab комп hara,hara saber duy you are weird alert,i mean what Miss says why possessions mom she just jump and then call her down why would she do that we don't wait you to do that 嘗試到車離開 男子則以身體上前阻攔 看來好像嘗試想拍下車牌 但邵氏司機無視男子難折 嘗試繼續前進 男子健壯立即避開 而邵氏汽車最終也離開了現場 另外有路過的司機也發出照片 顯示被撞的女子仍然倒地不起 事發地點被指是在溫市東43街及Beatrice街 有報導則引述溫市警表示 被撞的女子已送遠 初步未知傷勢如何 但警方已拘捕了邵氏司機 剛剛收到的消息 溫哥華市警公開發出警告 指一名22歲的女子在本月5日 在Night Street甲東57 Avenue等巴士的時候 遭到一名20多歲的亞裔男子 當界要求聖教 事主拒絕後遭這名男子踢到地上 事主其後站起來逃走 未有嚴重受傷 卓能聽力中心由李智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現在的助天氣還有超級優惠的 聽力有問題快點來Land Sound Center的 卓能聽力中心找李智蓮博士聊聊 三角洲市警發放一段視頻 要求公眾協助追緝一名中火狂徒 事發在今年6月28日凌晨 位於三角洲北邊的一間文宅 被一名男子臨上二言液體後起火焚燒 當時屋內有人 幸好沒有人受傷 不過警方一直都未能識別中火人的身份 疑犯被形容為是一名身材受傷的白人 比斯衛生廳今天繼續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半山新增624宗確診病例 累計191,748人確診 在新增的個案當中 有258人居於飛沙衛生區 118人居於內陸衛生區 78人居於溫哥環河衛生區 北部和溫島衛生區分別有91宗和79宗 省內目前有5929宗會約個案 當中373人住院 包括132名患者細心切治療暴留醫 省內再有4人疫苗 累計人數增加至1996人 而至今有183406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本省至今已為88.5%的12歲以上省民接種過疫苗 有82.1%已完成兩針疫苗的接種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阿省的確診病例增加至307,019宗 安省589,517宗 灰省413,306宗 全國的確診總和 大164萬9,031宗 疫苗數方面 阿省至今有2814人死於疫症 安省9,771人 灰省11,400人 全國的疫苗數 大28,126人 省長賀錦在中午的線上記者會上明確指出 省府不會制定 全省適用60個校區統一的疫苗政策 他說 省府會提供校區疫苗施打的數字和資料 省府將會與各學校局合作 幫助各學校局作決定 省議會會在今個星期恢復實體會議 賀錦在中午時間開放記者提問 省府目前等60個校區各自決定 等校區決定區內的教職員 和符合資格施打疫苗的學生 是否強制完全注射 有批評說 60個校區分別決定浪費資源 亦都浪費時間 因此有傳媒問省長 是否應該統一制定政策 賀錦說 他相信省首席衛生官亨利醫生和他的辦公室 會提供充分的疫苗數字 幫助各個校區作出決定 賀錦表示 他希望各校區是和省府合作 共同作出有利省民、教師、學生和家長的決定 而不是因為省府的要求 而作出完全施打疫苗的決定 為了達到肺氣減排的目標 而引入的氣候緊急泊車計劃 在溫哥華市議會 以6票反對對5票贊成被否決 市議員楊瑞蘭表示 計劃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令到負擔能力下降 亦都存在不平等 在聽取了居民的強烈反對和擔憂之後 計劃最終被否決 這個計劃包括向2023年或近新 但是排污較多的汽車 在它的泊車證收費上 加徵一項污染費 一年最多1000元 另外 全市住宅區的街道 會被徵收一年45元的過夜泊車證費用 市議會在去年11月 接納氣候緊急行動計劃 並且在今年較早前 就氣候緊急泊車計劃 進行公眾諮詢 雖然約九成回應諮詢的民眾 說關注氣候轉變的問題 但是支持徵收污染費 和擴充收費泊車證的就比較少 加拿大和香港 兩地疫情似乎緩和了不少 但是加拿大人要反港走一轉 仍然是難難難難 無他 因為反港旅客始終仍然是少 航班經常取消 難得有飛機如期出發 但是又輪到在香港 訂不到檢疫酒店 總之 就得這樣 就不到那樣 搞到有本地居民 訂了一張年底回香港的機票 前後足足改了三次 完全搞亂了他的行程 市民楊先生計劃在年底回香港辦事 預定了加航的來回機票 但是被加航將往返日期 前後改了三次 他問為什麼 對方一句 因為操作需要 就將他打發了 令到他無所適從 另一位大多倫多地區居民 原定在10月21日 搭加航飛回香港 但是航班突然取消 改成10月19日出發 本來他個人不介意提前起程 但是閉在他無法在香港 訂到10月20日前的檢疫酒店 於是指控押後行程到10月26日 由旅行社解釋 現在有多人多飛香港的客流量很少 各家航空公司也減少航班 例如國泰航空在10月和11月 每個星期飛香港的航班 就只有一班 更何況香港現在實行嚴格的熔斷機制 令到航空公司也很小心 加拿大華人保守黨協會 今天要拉奧圖爾下馬 敦促他立即辭職 從而令到聯邦保守黨的黨員 可以推選出一個新黨領 聯邦保守黨黨魁奧圖爾 在上個月9人的聯邦大選裡 既不能擊敗自由黨 而特別是在華裔選民聚居的幾個選區裡 那些爭取競選連任的聯邦保守黨候選人 全部都失利 加拿大華人保守黨協會的全國主席朱偉邦 今天在上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他在會上批評奧圖爾和他的團隊 忽視了基層 在華人社區裡沒有社區外展計劃 而且他改變了所有向中間靠攏的政策 導致在上個月9人的聯邦大選中 流失了國會議員的席位 他舉例說 在萬錦於人村和列治民這兩個華裔移民聚居的選區裡 聯邦保守黨的候選人 在2015和2019年都能夠保住席位 但這兩個席位在今次大選中流失了 他是歸咎於奧圖爾散播的反華信息 和他在華人社區接觸方面 他是沒有付出任何努力 朱偉邦還列舉了奧圖爾在以下方面背叛了聯邦保守黨 其中包括了 他與聯邦自由黨商定安排更多的毒品注射點 他違背了競選黨領事後的競選承諾 實施了國家碳稅計劃 奧圖爾又轉變了他對槍支管制的立場 傷害了合法擁有槍支的守法者 他還同意聯邦自由黨政府實施疫苗護照 侵犯了加拿大人的個人隱私權 與聯邦自由黨不計後果的財政預算案相比 奧圖爾承諾花費的錢其實是更加多 萬錦市區域議員李國賢指出 聯邦保守黨在今次大選中失利 與奧圖爾沒有與華人社區直接溝通 以及他對中國發動攻擊時 沒有考慮這件事對在加華人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有關 儘管奧圖爾口口聲聲說他的言論是針對中國共產黨 但聽起來他好像在針對我們在加拿大的華人 他完全沒有提到華裔加拿大人為加拿大所作出的貢獻 加拿大華人保守黨協會行政秘書溫一山說 除了他們這個會在多倫敦率先舉行新聞會外 還有其他保守黨團體將會在屋泰華、溫哥華和亞省 分別舉行新聞發佈會要求奧圖爾辭職 溫哥華明天10月8日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多雲 中午雲層會逐漸消散 溫度最高有13度 晚上天清 溫度最低只有7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中文大學學生會今天發聲明宣布解散 並說在9月10日開的學生會聯席會議 通過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稱致 以及解散中大學生會議案 今天下午中大學生會的會室 帶門鎖上沒有人應援 學生會營運的福利品部也沒有營業 門外放了文件夾、單行字等的民意用品 被人免費拿走 下午兩點多日子已經清空了 中文大學今天發聲明回應 說在過去8個月一直有跟學生會溝通 並建議學生會按照社團條例或公司條例註冊 以確保學生會依法運作 但學生會最終決定主動解散 校方對此感到遺憾 中大又說學生事務處將會處理 以前由學生會負責的相關服務 致力在過渡期減少對有關服務的影響 不過中大學生認為 學生會雖然自行解散 但是由外界政治壓力和校方造成 批評校方握殺學生發聲的渠道 也有學生說 學生會為會員爭取不同福利 關注校方日後如何與學生溝通 中大工程學院四年級的許同學指出 大學生應該有他們的發聲渠道 他問會不會聽見其他國家的大學沒有學生會 他就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 他批評中大向政治低頭 令到學生會承受越來越多的壓力最終解散 認為事件影響大學形象 他說外國人見到會覺得荒謬 連中學都有的學生會到大學 反而要去解散 另外中大今日為封民主場和隔離的報告版 並將貼大學私生中心管理委員會的公告 說該會在上個月已通過報告版的改善工程 報告版暫定即日起至11月停用 立法會前議員胡志偉、朱凱迪、梁國雄和民陣召集人陳浩媛等8個人 涉嫌煽惑他人參與去年的七一遊行 其中7個人今天在區域法院認罪及求情 押後到明天下午判刑 陳浩媛自行求情時說 港區國安法立法後 香港變成了一個只是叫香港的地方 政府不斷打壓及拘捕異見者 造成了白色恐懼 他說我又怎會後悔當初和平公民抗命遊行發聲呢? 特區政府寧願舉辦輸錢 重開主題來源 但是以抗疫為藉口 拒絕被民陣遊行 在未能取得合法發聲的情況下 他說我只能選擇公民抗命 違法舉辦遊行發聲 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向政府表達反對國安法的訴求 他又說為了堅守公民抗命的信念 他承認違反公安惡法 他亦都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絕不後悔 他並且祝願香港人能夠深存盼望 一直捱下去 代表徐子健的大律師就說 徐子健的角色輕微 代表胡志偉的大律師就說 胡志偉出身草根家庭 他經過努力完成了他的碩士課程 他說他是一個好人 多年來為香港作出貢獻 所以希望能夠判處緩刑 代表梁國雄的大律師就說 梁國雄的醫療報告顯示 他患有冠心病 三條動脈裡有兩條已經塞了 而且他一直為了草根階層付出 所以希望能夠判刑的時候 是同期執行 代表曾建成 鄧世禮的大律師就說 被告他們是以和平的手法抗爭 而且當日示威者只不過是用磚頭來阻路 並沒有人扔磚頭 相比其他案件 這件案涉及的人數比較少 暴力程度也低 希望法庭能夠考慮判處緩刑 控方曾經申請撤銷建成和鄧世禮的保釋 辯方就反對 他說兩個人都認罪了 而且在這麼多次的提訊裡 他們都從來沒有缺席 法官尤德康也說 考慮到明天就已經判刑 今天取消保釋還押一日 對被告來說是不公平 所以拒絕了控方的請求 保安局長鄧炳強今天 發表了有關保安局 全力落實新一份施政報告 相關措施的文章 表示面對本土恐怖主義的威脅 會繼續高度警惕 孤狼式恐怖襲擊 和港獨分子 以軟對抗方式進行鼓吹 滲透激發恐怖活動 警方會加強情報搜集 對散播仇恨、鼓吹暴力 以及煽動和鼓勵恐怖主義的行為 再取果斷執法行動 他又說 就基本法第十三條立法 保安局正職的推薦有關工作 包括參考過往的研究和資料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經驗 和相關的法庭裁決 以及國家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律 和實踐經驗 並考慮香港近年的實際情況 制定有效和無實的方案和條文 並以被適切的宣傳計劃 局方正爭取時間 盡快推薦有關工作 希望在下屆立法會會期 展開有關諮詢和立法工作 政府亦會就定立網絡安全法例 進行準備工作 通過立法方式清晰定定關鍵 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的網絡安全責任 會諮詢相關業界和作公眾諮詢 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 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 小時候開始看的港姐 六歲開始 六歲開始 對 因為每年都看 然後就會送回他們 自己大過也想成為他們這樣 所以我小時候就有這個網絡 那時候有跟媽媽沒有? 有啊 我有跟她說 我希望自己大過之後有機會 也會參加香港小姐 那媽媽怎麼特地去參加? 她也沒有 她小時候反而覺得我很害羞 之後有放我去其他跳舞學校 那些去練一下膽量 那你之前被蔡光璇說 你在單身家庭庭長 是 那媽媽又小 含身於褲 越來越長大 你會不會都很感激媽媽? 是啊 很感激 你還會是媽媽? 是媽媽的 所以我們三個就相依為名 就從小到大 所以我是很感激她的 而且很感恩 所以這次其實香港小姐 都是她小時候的夢想 可以說 可以算是幫她圓弱她的夢想 而且都是我自己的夢想 爸爸和媽媽這樣 一個婚姻失敗 會不會令你對愛情很揭發信心? 就是沒有信心? 也不會的 我覺得 他們是他們的事 我自己也會有不同的價值觀 那你自己是愛情婦 我自己是愛情婦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會令我更加獨立 就是單身家庭 令我更加獨立 可以照顧自己多一點 我覺得這個對方是一個好事 那你現在有沒有拍拖?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但你拍拖拖嗎? 有之前 公布有幾次? 幾一次? 兩次 還有兩次 有什麼集合條件? 集合條件 我覺得孝順 因為我自己也很顧家 也很喜歡家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